沙利赛龙大气帅又美艳冠奥斯卡红毯 Yes 少年拍好曲奥斯卡斯奖 但先别管安利啦 你看过本节星光大道了吗 苹果今年有请邀发肖亚轩时尚格主Tina 以及设计师吴秉瑞来担任时尚判官哟 我觉得大家都不够大胆 他被骂这次整个红地团的感觉就是没有人有个性 虽然有一些人的笔服很美 头发都很丑 造型师没有好好地跟发型师沟通 除了Charlize Theron 他穿全白色的Gior Faux Couture 然后他头发又刚好间短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不思时尚的感觉 可是也不会不够大气 Jennathan Lawrence的Visual Impact 比较好玩哦 比较有趣 这次红毯很有可观啊 同心魁为赞尼华丽丝和老玉阿曼纽丽娃 差77岁同真一讲 哎呦 沙玛哈亚克把赵新奇设计的项链当法针插在头上 哎呦 布莱德利库婆千阿布打前线 引领妈宝组朝立娃 美国队长克里塞文也提娘上阵 以及第三组 哦 不好意思 这是Hugh Jackman和他老婆 当然 也不能忘记这首怪族啊 从没企图见美的海伦娜宝汉卡特 还有持续黄身不停斗角的目光女 克里斯丁士多华 哎呦 男斗球女斗剑 你这样一直斗是你有急吗 哦 已经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蕾尼他背后倒是诚恳开 还要用一点小鼻针夹起来呢 那至于范冰冰 哦 这个 这个 时间不够了就先这样吧 如果有了新闻词 好像在新闻店看过你这件报道